停课 停运 这些地方将迎大暴雪 近日 寒潮席卷我国中东部地区 大风 降温 雨雪旗上阵 11月8日 寒潮继续南下 南方大部最高气温将纷纷触底 受降雪和寒潮天气影响 多个发布停课通知 部分铁路列车停运暴露封闭 沈阳教育局发布通知 全市各级各类学校 8日停课一天 校车停运 11月8日 城区义务教育阶段 中小学和幼儿园停课 高中阶段不停课 除直接保障城市运行的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外 机关 事业单位实行弹性工作制 生产煤矿从8日零时至16时实施停产 规划生产企业属地应急局 24小时筑企包保 企业主管领导 安全生产负责人 安全管理人员三类人员 24小时筑企 搬线客运和旅游包车客运全线停运 根据天气预报显示 8至9日黑龙江省隋化市北陵区将有大道暴雪 隋化市已经启动重大气象灾害三级令吉响应 北京市交通委消息 受天气因素影响 北京8日早高峰交通压力较大 建议市民非必要不出行 出行尽量选择公共交通 京城高速双向沐家喻至世界封闭 出京车辆由沐家喻出口使出 沐家喻双向入口封闭 天津市气象台今天5时54分 继续发布道路节冰黄色预警信号 受积雪影响 立即8日白天到夜间 天津大部分地区路表温度低于零摄氏度 九省市184个路段受降雪影响 封闭交通运输部消息 截至8日7时 受降雪及路面结冰影响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山东 陕西共计184个路段公路封闭 恢复通行时间待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讨论